我想紧接着这个 江泽民被写选中 为什么冒生当总书记 刚才提到邓小平 已经成为老人政治 包括刚才吴强提到的 这个专业体制内的一些期许 邓小平 你们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江泽民后来发迹 后来这个当总书记 其实一开始有点不太稳 包括军权 包括一些过渡时期 被别人视为这个过渡时期 你刚才也提到了老人政治 1992年那场的南巡 谁提到谁不改革谁下台 所以当中老人政治 老人对江泽民 是有一点不太能够接受的 也不太能够稳定的 你觉得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 江泽民能够稳下来 能够继续的在总书记的位置 住那么久 他是不停的学习 也不停的转向 刚刚89的时候 当时很左 都是朝左 我想那些 包括在国内上学那些 都知道 还有军训啊 这些 他就按照那个左的方向走 走了两年吧 三年不到 那邓小平南巡呢 邓小平又提了那个 他又赶快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就他是一个 基本上是 没有主义信仰 而对政治风向的把握的很好 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算是个幕僚 就曾庆红 对曾来说呢 他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 听他话的人 因为江在中央是没有根底的 就中共政治中有两个人是 很重要的人 就是一个是曾庆红 尤其是在那个时期起了作用 还有一个人呢 是对习近平起了很好 很大的作用 就是叶选宁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么江他怎么变化 怎么学习这个变化呢 就我所知道的 我认识几个朋友 这几个朋友跟他呢 有过直接的关系 包括这一次 他去世的时候 一个呢是他的私交 就是他我朋友的母亲呢 跟江里面是同学 但是在那个入围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呢是 就是汪大涵的小孩 跟他也非常熟 就他 在89年 做成了做书记以后 他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走 那么我们知道 88年中国出了一本书 这个书呢 大概在座的人都看过 或者至少是看过那个电视剧 叫什么呢 就是康熙大帝 我那朋友呢 他到北京 经常是要住在江家 或者至少要去看他 那是90年代初的一个故事 他去了以后呢 江泽民就在看那本书 康熙大帝 在二月和写的 他以后又写了两本 然后江就告诉他说这个书非常好 是你父亲介绍我看的 但他们也没说什么 就讨论了一下 回到上海以后呢 就谈到这个事 那江就给了他一套书 就康熙大帝 说好好读 非常有好的书 那他有点开玩笑的时候 他说你什么意思啊 要叫总书记当皇帝啊 因为康熙大帝 后来他就把这个书拿回来了 我不知道看了没有 反正就送给我 我就仔细看了那个书 后来我就在观察江泽民的 做事的方式 他的诡计 基本上从这个书上在 很认真的学 读过这个书的人知道 第一章叫做夺功 就康熙刚刚上任的时候呢 就是个儿皇帝 大概八岁吧 根本没有任何权利 但也没什么知识 这上面几个呢 傲拜非常跋扈 顾民大臣 还有三个其他的 就他生命都随时可以 被人家拿走 当校庄那时也在帮他 他就开始学夺功 康熙里面的夺功 就是先要学会 他老师教他们 五次有教他们 不是说你要 移民什么就说要杀发决断 要如何如何 不是的 他说真正的 这种帝王 第一个要学的 在你力量不够的时候 就是要装孙子 三孙子政策 他说自我总结了 装孙子 做孙子 就是孙子 那江当然也不笨 他很 他看到了胡怎么被拿下来的 也看到赵怎么被拿下来的 他就学这套功夫 学得很好 那康熙第一步就走这个 后来有了力量以后呢 就突然一下就把傲拜就拿下了 就杀掉了 这他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呢 就叫削藩 就把藩削掉 当时康熙是有三个藩王 对他就危害很大 我们都知道 就主要就是吴三桂 还有另外两个比较小的 大家不一定知道名字 一个叫三克喜 一个叫耿金钟 这三个藩王呢 基本上就吃了中国的财政的一大半 而且经常很跋扈 康熙呢根本 只能对他们顺从 所以他第二步就走到削藩 削藩最后也成功 中间又有很多故事 那我们看到江做的事呢 第二步也是这个 在邓在95年以后 96年 邓基本上已经不行了 当时就植物人了 政治生活中就像 这几年江一样 完全不出现的时候 他开始第二步动作 北京呢 就拿下了陈希同 四川呢就拿下了肖央 广东呢就叶显平 这是主要的几个 最不服他的 这是他第二步 康熙大帝做的第三件事 他自己也应以为 为荣的就是 平定台湾 就统一台湾 江也想了这个 当时就认明他最喜欢的 就是恩师汪道涵 作为主持这个工作 海机会 海协会 做了很多 包括96年 那是一次 相当冒险的尝试 现在我们也知道 那个计划呢 就如果成功的话 就是占领外岛 就会直接会干 就像把美国呢 就是吓跑 结果出了个刘连坤 把他的底呢给漏了 美国的航空母舰就过来了 那个事 就做砸了 可以说 这他第三件想做的事 没有成功 这就是这本书上的 这三件事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你按照这个脉络去看的话 当然呢 读书也读错的时候 98年出现了法轮功 法轮功以后呢 有个620办公室 在书上有 有这么一段故事 就是当时的 清朝初年 明朝末年 有一个教 叫做白年教 就非常像现在的法轮功 社会上很流传 包括宫里面很多人 也相信 也在练宫 于是呢 康熙就讲了一段话 但是他老是教的 就说 这种就是邪教 邪教呢 就会乱信 乱信就会如果一段 一大串的推理吧 最后就是会亡党亡国 基本上就这种 就会危害这个政权 这是书上的语言 那我就看到江泽民 在620办公室的 成立的时候 一个讲话里面 就如果大家去翻翻这个书 在对对这个讲话 你就知道这个 出处在哪 所以他是很认真的学习 在读这些书 这是江当时 做的一些事 那么他后来 在他下台的时候呢 他又做了一年零八个月 他自己讲的 这一年零八个月中间 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当然这下一个题目 就是他和胡锦涛的一些关系了 稍微再讲 稍微再谈 本期你看吧 看吧 为什么郑小平一度想要抛弃 这个江泽民 江泽民又吻下来了 杨家掌握军权的杨善公恩 跟杨白斌 这个兄弟党 有没有什么作用 对 肯定是前几天 不是前几天都讲到了 说这个当时 这个八九年以后 八九年以后呢 西方的一度对中国呢 发起了非常强烈的这个制裁 当然了 在这个制裁当中呢 有很多的漏洞 一个是像这个 当省斯考克勒托特 那个被 这个布什总统派过来去 去跟中共内部呢 秘密的去谈判 然后包括这个日本呢 就是很快的恢复了 这个对华的败款 但是在这之前啊 实际上是 很多的国家 西方国家呢 都对这个六四屠杀呢 有非常强烈的反感 然后呢 进行了制裁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实际上 尤其是这个城镇的 经济体制改革呢 这是刚刚起步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经济呢 从原来 从七八年开始 走这个改革开放的这条路 然后放开农村的这个改革以后 老百姓开始吃好饭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形势啊 是蒸蒸日上的 但是呢 那时候学生呢 主要是对这个关岛 对腐败呢 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反感 所以才 由这个 八六年学长到八九年的学长 倒是借这个 这个胡耀邦过世这件事情呢 爆发起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邓小平啊 实际上 对中国呢 经济体制改革 和后续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政治上的变动啊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而且他有很强烈的期盘 他希望能够真正实现 中国在经济上的这种崛起 但是那时候呢 还看不到这个希望的时候 结果六四以后呢 经济呢 大化 大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 江泽民呢 实际上是为了保住他的位置 他呢 也是在守树两难 他从上海来到北京了以后 他就急速的向左转 像跟这个 像李鹏啊 杨上坤啊 向他们靠拢 像邓丽群啊 向他们靠拢 所以在这个靠拢的过程中 当中呢 他呢 就开始 就是对这个经济这一部分啊 不是很 就没有 没有太贪神吧 所以呢 一直到了 二零 一九九一年底 所以呢 那个时候 中国经济呢 有很大的滑坡 有很大的滑坡 有很多的困难 那这个时候呢 邓亚平呢 选择了一个 就是他知道 六四屠杀呀 杀了人 那他就有 他的历史定位呀 那就会有很大的折扣 从原来的总设计师 引领中国走出了 这个文革的这个困境 然后呢 带领中国呢 走向了一个 富强的一个路 那这个总设计师的 这个光彩呢 就不在了 至少是 打打的抹黑了 OK 那这个时候 他知道 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 六四的一个总杖 一定这个板子 会打在他的身上 中国共产党 这个权力 会是什么样子 都难说 所以他那时候 他就认定一条 他的逻辑 就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 不管怎么在政治上高压 但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 那用一郡遮白丑 只要经济上去了 其他的问题都好办 老百姓呢 都是可以统治的 都是可以赎买的 正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 他最后进行了一个 92年的南巡 这个92年的南巡 他停了几站 他每到了这个 比如到武汉呢 到这个广州啊 到深圳啊 他停了几站以后 他都是跟当地的党政领导 那都会要见面 而且见面 谈话了以后 他都会放一句话 让这些人给北京传话 给北京传话 就是给江泽民传话 那就是不改革就下台 不改革就下台 所以在这个他的背景下 因为邓小平已经认定了 他只有保住他的 这个政治上的这个signature 然后呢 他在历史定位当中呢 才可能因六四镇压呢 这个 把他的这个政治遗产呢 全部拿走 和最后能够挽救一部分 这是他一个大的前提 所以他要逼 这个江泽民 要改选一轴 你要做经济发展 要做改革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但实际上呢 当时呢 他已经有这个想法 就要用这个杨尚坤 这个杨家将啊 来协谱江泽民 要么你就下台 所以呢 当时呢 江泽民呢 据各方面的那个文章 我都看到了 江泽民当时是非常的着急 非常的着急 所以呢 就很快 很快呢 就跟这个 他自己的那些幕僚们 当时呢 这些幕僚们呢 就帮他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他就开始进行了 大规模的这个经济体制 放开改革 所以他的核心 江泽民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实际上就是闷声发大财 就是闷声发大财 而这个闷声发大财 在客观上啊 确实是在江泽民任上 最后中国进入了WTO 进入WTO 然后呢 中国的经济呢 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这些呢 都是就是客观的 实际的在呢 但是这个闷声发大财呢 也使得中国的这些权贵们 尤其是那些 红二代的那些权贵们 然后深入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 各个领域 然后呢 大肆的敛财 而且毫无底线 吃相非常难看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最后呢 中国的经济总量 在不断的增加 在这是江泽民的一个 在他任内 现在呢 这个他的 他的这个导词当中 不是导词啊 这个他的声情介绍当中 也是在反复提到这些 但实际上呢 江泽民同时做了一件事 他的那个闷声发大财 也使得中国 这个共产党内 和中国社会 被彻底的腐败所打败 然后呢 这个社会呢 也开始变成了一个 糜烂的一个社会 然后呢 共产党呢 就是更别说了 所以这个腐败呢 已经变成了 深入共产党的骨髓 这一点呢 也是江泽民的这个经济政策 所带来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恶果 但是那个时候 他的做法呢 也使得中国的经济 确实是走向坏车道 这个就是总量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救了江泽民 最后呢 给了他的机会 等到了 熬到了邓小平 最后已经不能逝世 不能够在 在执掌这个权力的情况下 最后他拿下了杨家镜 然后呢就看 刚开始这个 刚才盛平也谈到 就开始呢 去翻 他拿到了证券 开始去翻 把他的所有的那些 不同的力量呢 不过那个杨家镜 不是江泽民拿的 不是吗 是邓拿的 江根本不敢动的 我就猜一句 欧阳博士 你怎么看待 九亿元代初期 邓小平跟这个江泽民 之间那一段短暂的 紧张关系 你怎么看 这个这个这个关系 当然很有意思 我们刚才几位嘉宾 都从中国人比较喜欢的 这些故事讲起 宫伟密室啊 历史小说啊 等等等等 这当然是大多数 中国人共享的一个 政治智慧啊 我相信江也也在 从中国的传统的历史 的政治智慧当中 来学习这些东西 这个我们不能否定 当然很重要 但也许另外一方面 我当然我作为政治学家 我关心的是 理论上制度上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 他有集体无意识 有集体的有意识 也有非意向性的东西 相互选择 就是中国 他作为一个集体决策 那跟国际环境的这种 这种互动 那这种互动 其实才是影响所有人 影响邓小平 影响江 他们都在表话 我觉得中国这些革命干部 是不是革命 参加革命都不知道 这些中国这些 中共的这些干部 他他这个 我们说他是一个学习政党 其实指的就是 他确实还有儒家的传统 当然也有白联教的传统 这个我自己是研究白联教的 他们其实竟要有知 这是很有意思 那么儒家知识分子的这个气息 这种传统也很重 所以他他是 他们在不断的学习 都在变化 毛一生也在变化 邓一生也在变化 江也一直在变化 那这变化 在这过程当中 在89前后 1992年前后 最重要的其实 我们知道是国际环境的变化 就是我们谈的 89之后的冷战的结束 冷战结束之后 国际环境 这种变化 那么美国派谁来 比如说当时德国总理 克尔也来中国 那这国际环境 国际的这些领导人 都在帮助中国领导人 来认识一些可能 认识一些可能 那么这种可能 我觉得才是 我们来理解 邓江之间这种关系 这种微妙 这种变化的 一些最关键的 一些地方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来总结 比如说89 以89为1992年 更严格一点 从1992年来做 这种历史分期的话 那么49年到92年 到89年92年 那么这个其实是经过了一些变化 但是在邓小平时代的80年代 其实我们才看到是苏联化的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才真正是在 邓小平时代期间开始 他在学习东欧的 以及苏联的这种强调 我们说国家建设的这套东西 不搞革命 不搞毛主义的这套东西 折腾 要搞国家建设 这就实际上是1936年 斯大林之后 斯大林完全控制政权之后 做的事情 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理解改革开放 这才是最重要 大家不要对改革开放 抱有更多的自由主义的浪漫的幻想 这种浪漫幻想 恰恰就是 某种意义上讲这种 我们现在一直无法理解的一些 无法理解89的一些很重要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些障碍 同样在8992年之后 冷战结束了 而且当时第三波民主化的这种浪潮 当时我们还记得仍然是很大的压力 对中共来讲很大的压力 他们还在担心随时可能再来一场六四 就像刚才赵平还在说 会不会江泽民去世再来一场六四 就是当时92年之后 89到93年期间 我们也知道 当时也在所谓的清理的治理整顿 李喷主导的治理整顿 当时的经济凋敝的情形 跟过去几年是很相似的 那么这种情形之下 后冷战时期已经到来 新自由主义的 包括公民社会都在复苏 新自由主义当起源是更早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以及公民社会在东欧都在复苏 在从80年以来 在89年之后 90年之后 特别是91年 苏联解体之后 尤其是苏联的解体 91年解体 给了中共 给了老邓 包括这些老人政治 极大的冲击 这个苏联的解体 崩溃 对他们来讲是极大的冲击 才有92年 老邓自己要南巡 他这个南巡 不过是他把对苏联崩溃的 这种理解 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理解 短移到 他所挑选的接班人身上 那么他要保证 保住中共政权 那中族政权的改革 市场经济改革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从一个80年代的 极权主义的国家建设 转向一个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化的一个 比较宽松的 允许公民社会发展的 允许市场经济的 允许市场自由 允许相当程度经济自由的 这种把个人解放出来的 这样一种 一种一种威权主义 党仍然保持它的控制 但是已经不再是 东西南北中 公共商学兵 全部都管起来 而是放松了一些东西 搞一些增量的东西 这是老邓 在91年苏联解体之后 最大的一个触动 我相信 我们现在 因为主题不是谈邓 但是我相信老人政治 整个共产党 中共 他在91年之后 他对冷战结束之后的 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 确实是很 叫做 忧心忡忡 心炉交坟 这样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 其实后来江泽民 总结了28个字 就是我们通常很熟悉的 韬光养晦 绝不出头 实际上是他总结 邓的这些讲话 他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遗嘱 活的时候 已经是邓 邓小平思想很重要的 一个后年代时代的 中国的外交路线 他把它素为一个圣旨 来遵照 来执行 这个东西 当他在谈不输出革命 不输出革命 我们知道邓小平 80年代就开始停止输出革命 那是把它整个 韬光养晦 绝不出头 这条东西贯彻下来 其实就是要跟 西方社会实现缓和 这个缓和是真正意义上缓和 就像80年代的蜜月 中美蜜月 以及在赫鲁晓夫时代 跟美国试图进行的缓和 58年59年 试图进行的缓和 一样 那么在这个大缓和背景下 实际上融入背景下 中国就一点一点的 跟因为中美之间的 最后贸易国待遇 慢慢的进行国企改革 美国当时派专家过来 帮助中国 我们看在财政系统改革 各个方面 那么如何来克服 这个中美最惠国待遇的 完全在美国的这种压力之下 很具体的政策变化 每年的这种压力之下 一点点的放开 一点点的放开 直到最后 又就像进了一个笼子 慢慢的要进入加入WTO 慢慢的在WTO之后 胡锦涛 在01年之后 那么真正的开始享受了 中国经济的大飞跃 中国经济大飞跃 其实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在胡的十年 但是之前的十年 是过渡期的这种十年 我们说江珠的十年 他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他去理解怎么样 那这种压力 大家看得到的是 台湾海峡危机 看得到的是银河号 看得到的是王伟 什么等等这些撞击事件 其实另外一方面 还有财政的各个方面 市场的各个方面 那这些方面实际上就是江 在那是他的执政的十三年里头 做的主要事情 把中共从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 极权主义的国家 转向一个威权主义 那这威权主义 确实是由技术官僚来完成 一文你怎么看呢 我们follow up这个吴翔博士的看法 你怎么样看待那一段国际的因素 跟江泽民对他们之间关系 我想这里面这个 讨论到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江泽民在三年过度 时期的所谓 必须从中共的这样一个 这个一项的这样一个政治信条来看 我们讲中共是一个革命党 革命党的天然的 他就是一个往左 那么在那个三年时期 当然是越左 政治上是越安全 也就是说他如果就是说 他老人政治 或者在当时的环境 没有一个明确的转上 之前对江泽民来讲 那他肯定就是就是往左卷 因为对他来讲这个越左越安全 是这么样的 那这个对邓小平来讲 这个因为我们讲大家要注意就是说 六数之后呢 戴晓彬天就讲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十三大的政治报告 一个都是不能改 我们知道十三大的报告是 只是在这个赵子杨的主导之下 当然这个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面 包括这个政治阶级改革等等部分 那么这里面就说明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虽然这个邓敬艳了六数 但是他还是希望就是说 至少是在这个所谓 从胡耀方到教祖阳 延续下来的这个经济改革 是要进行的 是要进行的 刚才这个最前面前 这个韩清也谈到了 就是说邓是因为出于某种 这个如果这个就是说原因 为了这个不接受未来的 这个历史的这个审判 清算 要在这方面 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有这个因素 但本来就是有 就是说 从他说这十三大政治报告 这个十三大报告 一直不能改革 他就是说 就算是我镇压了六数的 但是在经济方面呢 你依然要推进所谓的改革 因为很简单 从文革过来的那个时候 中国的经济还是很差的 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差的 就是说你如果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的话 那就是你这个 这个就是共产党怎么就统治了 所以一路来讲 他还是有这样子所谓的这个危机感的 那么当然就是在这个 跟陈云的这样一个 我们讲邓跟陈云其实是不一样 陈云素上来就是说是非常保守的 但是邓是至少是在经济改革上 是还是比较比较开明的 那么他那种三年的特殊世界 由于经济的滑波的非常非常严峻 而就是说如果这种状况强迹下去的话了 那共产党我们讲不但你外围什么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共产党内部怎么样 老百姓可能是不是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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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会起来造反了等等 他可能他们还是有有这么一种 也就但用这个数经济的增长的合法性来 我们讲来这个收获所谓的六四之后 这个镇压之后 共产党是造成的这样一种水害 一路来讲他才会有 这个邓的久而难顺的讲话 那么对于对于江来讲 江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思想呢 他本来就不是很保守的 从严寒的那个书可以看出来 就是江在文革的时候 虽然毛主义上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逍遥派 没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是他就是对文革也是非常不满的 对毛稿的那一套也是不满的 他本质上是应该说是一个是一个技术官僚 没有没有这种很强的这种意识形态 没有这种很强的意识形态独立 所以讲他的这个过渡时期的三年 这种保守就出于那种政治上的安全考虑 是他看当时那种环境上 就是算在元老期间没有明确表达老种 特别是在邓前期间没有明确表达出那种 这个所谓政治转上的意义上之 这个那个时候 他做出的一个保持自身的一个动作 那么当邓已经明确发出了这个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信号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对他来讲 调整这些转上 那种类似一点都没有一个心理障碍 所以而且本来可能也是我他的本意的 你总来讲他也是很快的就我们讲就就就就来一个条件 那么对邓里讲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邓并非下定的决心 就是说要要要要要把江拿下 也就是说假如说江晚一步 不能够及时的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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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邓的步 他邓是否会会会把江沙拉下来呢 我觉得也未必为什么未必了 邓必须考虑到一个因素 就是说在他的手上已经拉下了三日了 话不疯 我们老弟说到了不是他拉下的 但是但是目前算是他也是蔡蔡英的 那么胡耀邦教授要是别的拉下的 你再被把他一个你自己亲手挑选的一个组织再拉下来 那么说明你这个属于在选接班人的话 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失败了 我想就是说邓也肯定是很顾忌到这一点 而何况旁边还有一个陈云的因素 所以他未必说真下的决心要把把把江下来拉下来 只不过是说这是表达了毛泽 对江的一个不满而已 江的三位还有邓小平 九二的南巡呢 无疑对中国过去三十年印象很深了 我接下来想讨论一下 既然那邓小平跟江泽民真的关系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现在二十大之后 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就展开他第三任任期 那过去就33年包括江泽民的13年 胡锦涛的10年 还有习近平的10年 横金你怎么样来看待 现在很多人讲说习近平不是江泽民 那习近平现在已经超越江泽民超越胡锦涛 他已经指引矛盾 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习近平跟他的前任 胡锦涛跟江泽民之间差别 我想习近平在上台之前 应该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 满目疮痍的一个状态 虽然经济上确实是很大的发展 就是总体的GDP这个数字很大的发展 但是问题非常的多 民怨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那个时候曾经一度有一个江湖传闻 就是那个原来是那个叫什么 原来刘元的那个秘书 那个不是那个智囊叫什么 说了一个叫做说 当时胡温他们做的呢 叫做抱着定时炸弹玩几股传花 只要能把这个炸弹传出去就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遗留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邓小平的上 不是邓小平对不起 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确实有那种愿望想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进行变革 然后呢彻底的摆拨过去的困境 然后呢重塑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江山 这是他一直自认的 这个是他祖辈打下来的江山 他要中兴 他要变成那个中兴的这个支柱 所以呢他当时呢 刚上台的时候啊 应该是雄心勃勃 雄心勃勃 所以呢当时在经济上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变化 政治上呢他通过王岐山呢进行反腐 当然后来最后反腐逐渐变成了一个选择性的反腐 但是经济上呢他那个时候呢 你比如他一些政策像这个提出来这个刘鹤的这个供给策改革呀 然后提这个三去一捕啊 然后提出这个一带一路啊 很多的这些政策呢 真的他希望这个能够解决中国的这些问题 然后呢包括他后来最后开始 重视到了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啊 与生态平衡的问题啊 他确实是想做这些 想有大动作 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他的问题啊 他是有有这种大的想法 但是呢他这些想法呢更多的都是拍拍脑子就来的 很多东西呢就是就是我说了算的这种政治结构 又加上他的反腐的力度那么大 所以呢把很多的人很多真的有争夺执鉴的这些人呢 其实呢都给都大家都是进行了 然后呢他在政治上呢就更加强烈的压制 但是呢他在经济上的这些做法呢 几乎每一个两点 每一个都是失败 你像最早的时候搞的像上海自贸区啊 然后呢搞的这个搞的共许策改革呀 都是干了一年就没戏了 干了一年都没戏了 所以呢这个 要说呢他跟前两任 跟前两任的区别呢 实际上就是他真的是智达才数 智达才数 然后呢治国能力啊非常的差 但是实际上呢真的一个好的领导人啊 好的国家的领导人 未必自己啊就是像哪吒一样 这个三头六臂什么都能干 这个毒打天下无敌手什么的 未必是这样 你要是真正的一个好人 应该是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 但是呢正是他的一些性格 和他自己的一些 这个各方面素质当中的这些缺点吧 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用的人 他最喜欢用的人 都是听他话的人 都是耶斯曼 所以他把那些不听他的话的人 都拿下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办法 所以呢在他的执政的过程当中呢 只有耶斯曼没有闹乃 所以呢没有人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 至少选项吧 不一定反对一点 至少提出选项 所以呢他呢在很多的决策当中 都出现了问题 举个例子 在这个就是这个 2014年年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呢这个别人给他提出来的一个办法 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债务 债务呢从中央到地方 这个政府再到企业再到民间 债务呢累累 这个积攒的非常的大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别人就提了一个招 那就是什么呀 就是现在的股市啊 这个低估了我们现在的企业的这个 这个价值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就要加 这个增加股市的这个value 提高它的价值 那一旦这个股市价值提高了以后 企业呢就开始有钱了 因为这个民间呢就会把 大量的存款拿出来 来投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些企业呢 就可以把他们欠的那些 那些债务 那些债券呢就完了 这样的话呢 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然后他们就赚到了钱 又降低了融资成本 赚到了钱 然后呢 就可以给全民分红了 那政府呢 又可以收到税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良性循环的一个model 所以呢 在这种大的前提下 这个 这个李克强和习近平呢 就开始一起来混这个股价 然后那个时候 我正好呢 是2015年在中国 第一次回到中国 然后看到这个情况 然后呢 当时有关部门就问过我 说怎么看中国的 这个经济发展 我说诡异 然后他们当时就说 我带着有色眼睛 根本不可能 我们现在是蒸蒸日上 后来呢 等我到了六月份 股市就垮了 在这之前 四月份的时候 李克强那时候 号召大家跑步入场 习近平说 上证指数 当时已经五千多点了 一定会达到一万点 你想明天 只要你投资进去 明天就能赚大钱 谁不投资 结果很多的这些 声斗小民 没有任何 这个金融投资 经验的这些人 结果借钱 也要进入股市 就像后来 之前那个房市 和一直延续的房市 跟他很相像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时候他们自己 哄台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有一个model 他说用这个model 我就中国就走出了困境 结果使得中国 进入一个大困境 而到最后 股市在六月份 垮来了以后 从六千多点 一下跌到了 两千八百点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真的 真的慌了 所以那个时候 有关部门 到各个地方去找 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中也问过我 希望我提供一些 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认认真真地 给他们提供了一些 我认为解决问题的 有效的办法 到现在我都认为是对的 但是他们是谢谢了我 但是非常明确地告诉我 我们错不了 你那市场经济的办法 根本我们做不了 他们怎么办 直接派公安部副部长 进证监会 进股票交易市场 直接抓人 对吧 我的好几个朋友 都是被限制出境的 协助调查的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他就是从一个荒诞的 一个model里头 就他们拍拍脑子 就决策了 然后就走到了一个 更荒诞的状态 明明坏事 也可以变好事的情况下 他们都没有去做 结果这只能反映出什么呢 就是反映出来 他们第一 他个人的素质 个人的学养 个人的这个能力 是有问题的 第二一个 就是他的这个结构 不可能能够正常的领着 这14亿中国人的这个大船 能够真的一直往前走 所以这个时候才看出来 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结构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扭曲的状态 所以呢这个就是习近平和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江泽民的时候还更多的 他还听听到他周围的人的这些的 不同的声音能听到 他周围也确实有有这种声音 而且呢在江泽民的时候 没有通过这种大的大规模的这种反腐运动啊 最后呢把对方的完全干掉 他虽然干了像这个有几个啊 像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 但是呢但是没有说彻底的 就是把这种这种就是他党内 至少党内的不同的声音完全消灭掉 胡锦涛呢那就是更多的是无为而至的状态 所以呢从这些角度看呢 就是这个这个当今的这个这个领导人呢 他实际上是刚毕自用 而且他非常的蛮横 那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渠道 能够进行调整的情况下 实际上中国非常危险 这也就是为什么动态清零走到今天 最后走到一定要走到非常断崖的时候 才能停下来的一个重要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一下东来清理 盛明你怎么看待从历史的角度 你怎么看待这个江泽民 胡锦涛跟习近平 这三个人呢非常不同 就江泽民潜意识里面认为就美国啊高得 不知道到哪去了 这是他跟记者讲的话 这是他潜意识里面的话 我相信也是他相信的东西 胡锦涛呢就未必 就他实际上那个时期已经开始比较收紧了 但是呢 胡锦涛也就是一个偏方丫头 他理不了政 他也管不了那些红二代 就是所谓的那些 造囊家的是也不听他的 没什么根底 所以他也就乐着一个不管事 就胡锦涛十年 你就拿他们两个名字一拼 大概就能拼出一个味道来 胡锦涛就一混 所以说到了最后的一年呢 红二代们呢 纷纷提出要叫他提前下位 就是不能再抱着定时炸弹几股长花 要叫习近平呢 当然就提早上来 那胡锦涛自己也提出来 就主要是胡了 就是所谓的不折腾 这是他的国策 江当然是温生发大财 他说的这个话 至于到了习 那就是另外一个时代了 就是一个开始折腾的时代 但是习呢 他有他这个性格中的一个弱点 就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犹豫不决的人 他不是像现在人们 说他的或者骂他的 说他 中央很霸道 他是一个相当犹豫不决的 优柔管断的人 在很多事情上呢 他是试一下又退回来 比如说对美国是东升西降 还是呢 抛光养晦 还是一千个理由 对吧 对台湾到底是怎么做 对疫情 庞岛还是清零 一系列的问题吧 就正因为这种性格呢 其实造成了很多 就现在很多问题 是从这个性格出来的 就比如说讲的清零 他自己就非常犹豫 我根本不认为是有谁 在反对他清零 如果有谁反对的话 就他自己在反对自己 从三月份起 他其实已经想在转弯了 他有一个 大家可能不注意的讲话 就是说 要以最小的代价 在海南讲的 达到最大的防御的效果 这跟前两年讲的 不惜一切代价 已经截然不同了 那后来我们现在也看到 上海的转向 就是五月份那一次 其实不是李强闯了祸 就是李强张文宏 在习的默许 甚至授意下 进行了个实验 当初我们在这辩论的时候 大概还没有人相信这一点 我记得出台的节目 还说李强这个事以后 不要说进场了 当总理了 可能就是不罢免就不错了 就闯这么大的祸 我记得在7月22号的一个节目上 就讲到这个事 我记得我当时讲的是 一句什么话呢 我说如果习以孤行的话 李强就是总理 之所以我敢讲这个话 是因为我看到 上海出这么大的事 闹得这么大 李强不光没有被罢免 习甚至不去上海 两年以前的武汉出事以后 武汉的市委书记 湖北的立刻被调职了 习不去就是给他留面子 甚至就 还派了孙春兰去 让他去管防疫的事 让李强的跳出来 不做 那就是给他保留一个机会 不让他再继续受到冲击和压力 因为上海已经搞烂了 防疫就是一个怎么做都是错的一个火 防住的是折腾 防不住的责任更不知道多大 所以习他实际上他试了一次的上海 没成功退回去了 他当时的事实上无非就两种 一种呢 就是中国的清零 两年了 也算是有效 至少是基本没死人 甚至武汉以后 另一种的西方的 共存也有效 但是都有代价 共存的代价呢 就是会死很多人 当时世界上死了六百多万人吧 清零的代价呢 就是影响经济 影响生活 他在中间找到一条路 就是既不影响 既不死人 又不影响生活和生产 这就是他很喜欢说的 就既要又要 你如果去看他的讲话的话 他很多地方都会讲这个话 那上海他就想走一条 要精准防御 就既要又要的路 没通 退回来了 那后来我们很快又看到呢 就二十条又出来了 十月份的时候 我记得在这呢 当时还有个小争论 对吧 我说这就是他又要放了 有朋友说呢 就是看不出来 没那个意思 就他又试了一下 二十条出来以后呢 又试了 石家庄 又突然一下放 就有点官场经验的人 大概都知道 没有哪个市的市长 敢这样去放 如果没有默许和支持的话 石家庄放了以后又失败了 因为老百姓反而是要求要做核酸检查 反而不敢出门 因为这两年你把他吓住了 所以说他自己 如果是谁在反对他的话呢 是他自己在反对自己 他想这样做 碰到压力以后 出事以后呢 他又赶快退回去 因为有一个基本数字 是在他心里面的 我想他是记得很清楚 就是死人的数目 新冠到现在 美国死了108万人 千分之3.2 法国 英国 德国 差不多都是千分之3左右 就发达国家 那么香港呢 是一个最新的例子 700万人死了9100人 千分之1.3 因为新冠本身的支持率低 美国 我法国那数字呢 是新冠 德尔塔这些加在一起的 叠加数字 那至少呢 香港给的他一个 1.3%的这个数 这个1.3%放在大陆呢 就是170万人 我证明那个疫情 我们等一下下一个议题 可以来讨论 我发现 我讲这个人 这个优柔寡断 是他的一个特性 那么上海呢 放开以后 就猜 所以精准防疫失败以后 60万人感染 死了580个人 差不多600个人 刚好是千分之一 所以他赶快就退回去 但是呢 现在又来了 就是上海啊 几个地方同时开始 所以这就是他的性格的 一个底色 就是比较犹豫 而这个犹豫呢 就造成了很多 他的问题 但也有他不犹豫的时候 这比较跌破眼镜的 就这次二十大 就是 延然不像是他的做法 就有点像他从82年上台 就是82年从政吧 到12年上台 你看不到他有一些什么 很亮的一些政绩 基本没有政绩 也没有他说的狠话 但是偶尔会有一次 我想大家注意到 就09年在墨西哥那一次 那是比较他性格的另外一面 就发起横了也蛮厉害的 当时好像是跟乔介喝了酒 讲了三个不折腾 行那先就讲这些 嗯我想博士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待 过去是三位领导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在哪里 主要差别其实我刚才也在谈了 他们这个领导人差别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 国家政党形态的变化 我觉得谈领导人的心理政治性格 谈他们的治理能力 这种政治的艺术 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 要和这种大趋势 江泽民当时特别喜欢谈的 这种历史潮流 历史大趋势 他当时上去的时候不是念了林哲学的两两句诗吗 啊啊 这个狗语国家 对不起 我也忘了 那么中国人是其实很强调这种 长期这种历史的这种长长期性的 那在长期性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比较这三年人的变化 出生阶级 专业能力 治国理政等等 那么大家我们把这些指标拿出来 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自己 就很清楚了 就能看到了 我们当时在谈江是他的13年 我们谈他的主要后10年 啊 那么前三年并不重要 前三年基本上是一个小媳妇的一个状态 那么92年才开始真正的 他是做他主要工作在我看起来 实际上是在跟国际社会打交道 整个10年就是让中国如何融入国际社会 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摆脱六四的阴影 这我相信是他519去接任总书记 至少当时还是名义上的 或者说当时还是一个这个替补的这么一个角色 我相信是邓和他的这种这种这种交代 这种交代是我觉得是 就是他是在六四前后这样一种角色 他整个他执政10年在我看起来都是为了摆脱六四阴影 那那都是为了格道国际社会承认 都是为了 不过这承认的步伐是一个志像极伦一样 他是自我增强的 不断增强 不断增强 最后在每年的美国的审议当中 不断最后进入WTO 摆脱这些审议 最后这样这样这样慢慢的 那么胡锦涛他实际上是这个这个我们说格代指定怎么样 但是他是将的这个遗产的最大受益者 所以他可以相对比较轻松的放水养鱼 那在他的任内我们就看 将时期所形成的专业化 将不化进一步都要发展这一方面 但是集体领导制就像Tito 1980年死了以后 我们知道南斯拉夫也搞了几年的集体领导制 那么这个集体领导制在江时期形成真正的事情 真正形成 摆脱了邓时代胡造时代的强人政治 那么他把这种真正的意义上的强人政治之后的集体领导制 在胡温的相对软 软就叫什么弱势的一个中央领导这种情形之下 变成了一种党内的利益集团化 这种利益集团化我们可以叫他派系 其实不太严格的派系 因为交叉是很多的 但是利益集团化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就是集体领导七个常委九个常委等等 实际上就变成了相应的寡头 一种寡头的统治模式 那这种寡头统治模式也叫利益集团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是将到胡时期中共党内政治形态 以及政经形态 我相信是这20年最大的变化 那么习上来以后 他上台之前他谈的 跟我们刚才在谈邓小平 我一直强调的 91年819之后 他的那种担心 那么在习身上重新唤醒 那么习的唤醒 实际上习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意义上讲的 91年819的 他站回到了819的时刻 还提醒什么呢 他担心党内的这种利益集团化 这种寡头政治 实际上最后 要么就发生所谓的巴尔干危机 这种混乱 或者就是苏联式的崩溃 解体 我们也知道在苏联的80年代 那么强人政治 在柏内的那副身后 那么走马灯 走马灯这么情形 那么 在90年代 90年代 那么在叶利钦统治之下 以及当时的普京的第一个十年之下 我们看寡头政治兴起 那么产生了很多问题 产生了很多问题 我相信习在那个时候 他是看到这个问题 他在过去十年所谈的 重新回到革命党 拒绝以执政党姿态来进行 担心中国延伤革命 或者苏联崩溃的命运 其实他是看到中共在江湖之后 是有可能转向社会民主 是有可能在党内 在中国和国际社会这种 共同的这种和谐的关系之下 慢慢的转向民主化 或者是更糟糕的一种情形 比如说普京当时的一种 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当时其实已经有很多迹象出来的 这种彻底的一种寡头政治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习过去十年所做的 实际上是刹车清洗 都是在止住这种寡头政治 这种利益集团化对政局常委的这个根本的利益集团的这个汇聚 这种党内的这种集体领导制 其实是做了一个 某种意义上讲是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正 那这个修正的结果 当然他自己在扮演这个新的强人政治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一个历史的轨迹 那么他是不是至于他本人是不是强人 他强人做的多好 他是不是愿意 愿意当强人 他仍然想把这种强人政治当作是全过程民主 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我相信比我看的都很清楚 这个宇文呢 宇文你怎么样看待习近平的强人政治 其实我们讲比较比较这个习近平跟胡锡 到这个江泽民的这个差距有各个方面 包括他们的这个这个教育背景 包括他们的家庭出身 包括他们的形式风格 当然包括一个更大的一个这个时代背景 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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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那么从这个我们讲 从这个他的这个形式风格来讲 刚刚这个前面两位这个都谈了 一个什么犹豫啊 一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制大财势之类的 习近平这个神使风格有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亲力亲为 他接连了有点像周恩来 你看他你看他这个 尖利那么多小组长 不可以看出来 一方面尖利小组长 是一个属的一个集权的一个需要 但是我们讲他他的大权在握之后 他还能不能不能放弃的话呢 他其实也是想每个就这个这个 自己站在一站的轻度几回 包括这个疫情所谓 什么轻度几回轻度部署 他都是有这么一个因素的 可能别人办事他不放心 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领导风格呢 当然就是说你你什么时候都要一揽着自己来做的话 那你手下就是说就就就就就没人愿意给你干干活了啊 那么琼时的背景呢 刚才吴强谈了所谓的这个寡刀政治啊 这个他看到了这个胡锦涛 这个胡锦涛习记的那个所谓弱势总书记 弱势总书记的那样一样的语言 弱势总书记的话 那一个到底的一个后果 那就是就所谓的我们讲 就是你认定出不了中南海 你想干什么事都干不了 刚上台的时候这个横尖谈到了 但是他进行了一个熟识伯伯的改革计划 类似是八戒三战全国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那个改革计划呢 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传统还不是很稳固 并非是他本人的 就是完全是他本人的一个议员 因为他的第一轮班子的时候 很多时候还是江湖时期的那个班子 特别是江世纪 我们讲的时候的那种这个 从邓延续下来的那种改革传统上还存在 包括一次官僚还存在 那么他要要制定 那这样里面这个所这个时代背景的因素 一方面是党内的结构性的转变 吴昌刚才谈到了是我们讲一个的寡刀政治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民主 因为当时在胡后期 这个胡这个胡锦涛的这个后期的话 所谓党内民主啊 包括这个革命党像 这些党的转变都是很明显的 都是党的都是有呼吁 有这种新呼吁出生的 但是他肯定是不愿意 不愿意在这种现场出生 另外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我们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呢 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国力大增 所以讲他那个时候有信心自身心爆满 所以才提出了什么东西西 还有所在百年未有的这大变局 这样一次论断的出生 这都是处属他我们讲这个 这个十年下来的这样一个执政的 这样一个 终合考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就谈这么说 上位世贸都提到的胡锦涛 这样证明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差别啊 关于我们实际的关系啊 我们也不能再多做一些这个观察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 打开小铃铛